我在不良成天清楚事裡面這個角色 真的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的激情 也是我從來沒有演過的角色 所以當初一拿到本的時候 我對這個角色就興起了很大的興趣 很想要挑戰看看 而且還有一個是 要勇氣的導演 才敢把這種角色放給我 我其實是因為很早以前 我跟導演跟製作合作過 那所以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這樣是有說好 我要接 然後當我看到劇本的時候 我想說這也太難拍了吧 你不能用喜劇 悲劇 或者是恐怖片 或是推理劇來斷定這個戲 所以那時候我也覺得說 雖然是一個 我不想去碰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畢竟是一個 每一個做媽媽都不想 自己小孩遇到的狀況 但是我還是覺得 我真的很想要把自己 就是放鬧給一個導演試試看 第一個是我覺得 他就是好好感受當時的狀況 就像我們工作的時候就要好好工作 玩的時候好好玩 你不要在玩的時候想到工作 你在脆弱的時候 或是你在想哭泣的時候 你就要好好享受那個時刻 當你譬如說要面對到自己 回歸真實生活的時候 那你就要好好享受 你自己該有的認識跟快樂 對 我覺得這個角色 就是一個心胸比較狹隘的女生 然後再加上閨蜜 其實老師講 也不是心地很寬容的一個閨蜜 就是其實有一些小細節裡面 他還是希望光都在他身上 對 他還是希望這個光 都在心裡的角色 所以才會變成說 實際上我又要踩著妳的感覺 所以久了之後 那個心裡的不舒服 我就會越來越壯大 壯大到後來他自己都迷失說 原來嫉妒心 可以讓我變得這麼的陰暗 我覺得導演的好 就是好在這裡 這真的是人性 就是人性是有可能 因為嫉妒 而蒙蔽妳很多的善良 妳的良知 妳的所有的決定 是有可能的 我對我小孩最大的執念 就是希望他 可不可以不要離我太遠 我很早就一直跟自己說 我要開始做心理準備 但我每次只要跟小孩講到這件事情 我就立刻會爆哭 尤其是我如果喝了酒更可怕 我會抱著玩偶 然後抱著被子 然後洗澡洗到一半 然後也沒穿衣服 就衝出來大哭 然後說你不要走 真的還假的 然後他會怎樣 他就說 媽妳有事嗎 還要一久 我女兒就跟我講一句話說 媽 只要妳隨時覺得妳不快樂 妳想我 或者是妳在台灣覺得有委屈了 妳就買一張機票來 我隨時會陪伴妳 我隨時會載 是不是很好哭 這個很感人耶 對啊 這個很感人 妳小孩好懂事喔 我小孩真的很暖 所以我都很捨不得他們走啊 妳真的小孩乖還是不乖啊 什麼 就是那麼乖 妳會真的捨不得他 不會 我覺得雖然我現在要面對那一刻 心裡很捨不得啊 也是我現在最強的執念 可是真的到那一刻 我覺得我還是會很勇敢的祝福他們 然後我覺得以後 我想像中的畫面就是 他們只要一放假 我跟任府就飛過去了 喔 對 這樣比較我的執念 真的嗎 妳是 我女兒在跟我 都在跟我賽跑 就想說敢在我覺 她刷牙之前 如果躺上床的話 我就會有罪惡感 小孩就說我已經在床上 我說妳去刷牙 去刷牙 去刷牙 妳再不刷牙就不要睡了 然後刷完牙 然後沒有洗臉 說為什麼不洗臉 妳要洗臉啊 妳的毛巾是乾的 妳沒有洗臉 所以 我問妳 妳小孩一天不刷牙 會怎麼樣 會蛀牙嗎 一天不會 說妳為什麼要為了這種事情 跟小孩那麼不愉快 三天好像就需要有一點執念 但是妳就不刷 把牙刷丟掉 牙膏丟掉 然後讓她去看牙醫的時候說 好狠喔 開玩笑… 我最近的執念是想說 不要再記帳了 我就是要記帳 今天花了多少錢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 放到抽屜裡頭 然後讓他們有睡覺的地方 第二天再從他們抽屜裡頭 拿出來準備上工 在拍戲的時候 有時候會扣很早 可能五六點 然後可能拍很晚回來 會想說 我不要再記帳了 我想要睡覺了 可是我之後發現 我沒有辦法睡得安無 我就還是爬起來記帳 所以我發現 算了我好像還過不了 自己監管 最大的執念就是 不要這麼愛吃 我… 不是 我對吃真的有很大的執念 我為妳講這樣 我真的很愛吃耶 我前陣子真的到達人生的巔峰 我媽打國際電話來 罵我耶 我在日本喔 她說 妳把自己吃成那個什麼樣子 現在碰著鑰匙 我想說 有力要打到國際 妳媽真的害人嗎 妳媽 打到國外來羞辱我 所以我後來回來之後 就希望可以放下 對吃的執著 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運動 維持一下狀態 好難 很難 不會覺得很難 我沒什麼經驗給妳